很多人說移民來英國或西方國家是為了尋找自由 自由在哪裏?叫你的自由來見我吧 好,自由在這裏 這裏就是自由出生的地方 自由在1215年6月15日就在Renemy這個地方出生 而Renemy這個政府也是宣稱自己是自由的出生地和民主的出生地 這個地方在Windsor附近 你看到地圖的北面就是Windsor很近Lagoland和Havel機場 而我們再看開地圖 你看到這個地方叫做Mannacatta Mannacatta就是大憲章的意思 而大憲章的誕生也就是民主自由的誕生 故事是怎樣的呢?我們慢慢說 尋找自由是不用錢的 不過泊車就要了 不用擔心沒有位置 因為整個場很大很大 這個地方沿著泰吳士河實在很漂亮 就算純粹是周末來玩也是很值得的 你都可以選擇乘這隻9個半的船來玩 而我們今天就現在在這個地方 將會看這些是甚麼來的 然後也會開車去到英雷王 倫敦也是泰吳士河 Windsor也是泰吳士河 都是很不同的景致 乘搭的船就是這隻 都頗有風味 這個輪 這個這樣的渦輪推動 都很罕有 但是我不相信這個是引擎 我不相信這個是用來推動船的 這個就是Manda Carta Tea Room 我們一會來這裡吃東西 我們先玩後吃 好了,玩些甚麼呢? 第一站首先就是看一些稻草人 這些稻草人單憑那個 肌肉質感的力量 你看這個稻草人 那個空肌 我特別喜歡這個 肌肉質感的力量感是最重的 相對來說 小朋友那種站不穩 很不夠力量 但是要幫大人做事 那種肢體形態就很出來了 還有幾天特大的 那個藝術感就很重 有一個意念在這裡 但是那個 寫實感度就減了 這個放鴿的三寶曲動作 那似乎民主自由 都是離不開放鴿的 終於來到其中一個主菜 就是十二陪審員登 陪審員緊不緊要呢? 它是保障了法治的一個很重要的制度 十二陪審員椅呢 十二張椅子各有各的故事 各有各所表達的東西 這十二張青銅椅並不是古蹟來的 是2015年紀念這個 曼德卡特成立八百周年 搞的一系列的慶祝活動的其中一樣 找了一個著名的藝術家 就雕成這些青銅的椅 有很多不同特色 例如這張是1989年 1989年 1989年? 什麼事? 1989年兒童法案成立 即政府和法庭要保障兒童 十二張椅子的正面背面 都是和法治有關的東西 例如這一張就是龍 他們認為亞洲地區龍是用來賞善佛樂的 當然也有我們之前看過的中文字 他們認為中文來說 禮、仁、義就是體現了法治的精神 那到底中國和西方的法治精神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這個這麼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們請一個由中國過來英國讀書的留學生說 他就是嚴伏 嚴伏在清朝的時候就過來英國讀書 讀完之後就回到中國報校國家 他最主力就是做翻譯 他就翻譯了很多英國和法國的名著 給中國的朋友去看 其中一本就是法義 即是法律的意義 是一本法國書來的 他就說到中國和西方的法律的觀點是不同的 他就說 物有是非為之理 國有禁令為之法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說 他覺得外國的法太膚淺了 他的法律其實有四重意義 就是物 即是情理 法 即是法制 制度 以及禮 禮 即是禮以廉恥的禮 他就說 外國的法字其實有四重意義 不過呢 它一個字就包含四重意義 實在太過差了 中國就不同了 中國一個法字其實可以分成四重意義 所以中國的文字博大精深 喂 那即是怎樣呢? 你講那麼久即是怎樣呢? 好了 一會去到曼德卡塔那裡 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這裡就是大憲章曼德卡塔的法庭地 這裡有提到他的故事 就是說 King John 約翰 1199年即登基 但是他的內政失敗 外政亦都失敗 打仗又打輸 終於他的支持者就在這裡 強迫他簽署這個曼德卡塔 其實削減王權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就是一種君要神死 神不能不死的相反式 皇帝的權力被限制 認為呢 並不是皇帝說要殺就殺 要根據法例 有法官檢視過 他真的有罪 才可以被點罪 而並不是憑皇帝一個人的起戶 就認為這個人要死就要死 這種皇帝權力過大的時代 就在這裡結束 但他並不真心 第二年他就推翻了他 但後來就爆發內戰 最終他寫了之後 他九歲的兒子 就是Henry第三世登基 這個時候 大憲章再次拿出來說 是簽第二次 到後來又打仗 之後去到1294年 再會簽第三次 這樣可見呢 所謂民主自由君主立憲的道路 並不是那麼容易走的 1215年的大憲章 距離現在已經800年了 但他大大影響了後世一些普通法的條文 或者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都是大大受過影響的 雖然他當時沒有什麼普通法的成立 什麼無罪假定 這些都未成立得那麼成熟 但其實他保障了一個人 就是他有個自由的權利 還有他在未經審訊之前 是不應該被定罪 就是說那個大軍閥的年代 一有什麼事 就拿出去比他 拿出去槍斃 這樣這些情況 是不應該在這個國家出現的 也都並不是說 得罪了皇帝半軍與半府 即是上班得不夠好 即是服侍皇帝服侍得不夠貼心 就隨時被人拉出去就斬頭 那在這個大憲章保護下 是不應該發生 起碼都要去法庭那裏審一審先 而由於大憲章限制了國王的權力之後 那法治才有一個獨立的基礎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那在古時 無論是印度、埃及、巴比倫、羅馬 這些任何的文明帝國都一樣 就是皇帝大曬的 我們打個比喻 就是有一天 有一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走過 踩到皇帝的腳 皇帝就很生氣 那他就說 拉他出去槍斃 或者斬頭之類 好啦 那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是一個警察 或者一個執行的劊子手 你拉這個人出去斬頭 是否依法辦事呢 是呀 因為法律當時是真的賦予皇帝有這個權力 他說要殺了他 就殺了他 那你作為警察 或者劊子手 那你執行皇帝的命令 去把這個人殺了 是否依法辦事呢 是的 那是否法治呢 是的 那你是不是體現了 當時法治的精神和規矩呢 都是的 OK 但是 這個是當時的法治思想 那如果你用了嚴復這個想法 就是法其實要分成四個部分 那你要想一想 咦 是啊 這個 這樣是不是真正的法治呢 那這個是一個以人為做做單位做核心的法治 那好了 什麼是真正的法治呢 那是不是皇帝的權力 無論多大 都需要有一些憲法 憲法 憲制 或者法律 來做一個緩衝 做一個平衡 一個制衡呢 那如果你相信後者 才是真正的法律的話呢 那對 那對 那那卡塔 大憲章 就跟它有關係了 現在是一個很特別的窗筆 是一個很美的 在這個民主站身地 在Wolni Me的地方呢 除了有 那卡塔之外呢 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非常美的大自然景觀來的 我們會有其他的景點一起順便 這個圓柱看的是什麼呢 My Friend Be Water 和水有關 走路是不辛苦的 平路一百米左右 這裡空氣很清新 很清新的牛屎味 是很新鮮的牛屎味 來到這個圓柱看 Rage in the Water 是寫在水裡 這個建築物就是把這個句子 在現實世界其實是反轉了 但在水中世界這句句子就變成正常的情義 其實哪一個才是你理想的世界呢 哪一個是真 哪一個是假的世界呢 很多人來到這裡都會讀出這個自由宣言 我也嘗試用廣東話讀出這個自由宣言 任何人都是自由的 他們不可以無緣無故被人捉難 監禁 沒收財產 宣判為有罪 放逐 令他無蠟燭之地 對他施以武力 或者叫其他人去做這些事 除非它是經過當地公平公正公開的法律程序 坐著坐著有些小朋友丟一些石頭下去 就令到所有的蓮兒 有的時候那些字就看不清楚了 其實初頭我就覺得 哎呀你們這麼頑皮的 有些西人坐著也都說 他根本不明白意義在這裏搞破壞 但我想一想 又是很現實的 這個世界 就是 一些事情 總可能是被人有意無意之間破壞了 令到自由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當自由是看不清楚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個信念 自由是在這裏的 是看不清楚而已 就是說 他仍然在這裏 你信不信 你有沒有這個信念 這裏我建議大家在牽引的狗隻 因為呢 如果那隻狗跳到水裡的話 其實沒有人知道那些水有多深的 其實可能只不過是5cm、10cm都不奇怪 又可能有幾萬元都不奇怪 沒有人知道 因為那些水是 那個顏色 令你有一種深迫見解的感覺 所以呢 大家都是牽引自己的狗隻 以免牠跳到水裡 就不知如何撿回牠好了 哈哈哈哈 有些小朋友放石頭下去 令我會觀察到 其實水深可能大概都是 太多人排隊了 我沒有吃到放棄了 所以放棄了 它其實應該不是很災難性的 如果真的發色的話 如果真的發色的話 視角就這麼神奇 這裏看來是一個 深不見底 令人很震驚 很驚訝的一個 覺得是深不見底 無窮無盡的一個水潭 這些碎石路其實很硬腳 可以走出來草地 感覺很舒服 金賴迪公園 誰是金賴迪 誰是金賴迪 祭拳金賴迪 可能也是的 另外是刺殺金賴迪的金賴迪 這塊石碑紀念 約翰金賴迪 JFK 在1963年11月22日 被人行刺身亡 那它行刺身亡又關我們什麼事呢 這塊石碑就說了 它搞這麼多事情 就是想告訴別人 無論世界是well還是ill 它們去維護自由 維護核心價值的決心 是不便的 是立此為記 所以其實它不是單單紀念一個美國總統 或者是一個被刺殺的事件這麼簡單 而它背後的象徵意義就是 就是無論事情是well還是ill 它都會堅定不移地去支持一種自由的核心價值 因此它們就選擇在這個Woney Mail 在這個Mana Carta旁邊 興建這個金賴迪的紀念公園 你看到遠處有兩棟建築物 左邊那棟是餐廳我們去吃東西 右邊那棟其實叫做Mana Carta Center 我去到看到其實都沒有開門 據聞都好像很久沒有開工 2015年就是Mana Carta的800周年 當時應該在這個幕僚中 找到一些慶祝和紀念的活動 現在是2023年 即是八年過了 似乎這個中心暫時就沒有什麼 活動去做 餐廳有一個飄書角 可以放些書在這裏 如果拿走的話就要付錢 一路由剛才Mana Carta公園一路走過來 人行也可以 車行也可以 單車也可以 船也可以 便會來到這個公園 車行為5分鐘內 人行為半小時左右 來到這個公園 便會見到伊利沙伯二世的 年輕時的銅像 那這個銅像 這個銅像 和大憲章Mana Carta都很想關係 這個路程就會說到 剛才所提到的 John國王 由他簽署Mana Carta 之後開始 一路如何自由民主的發展 一路去去去去去去 經過了八百年的 不斷地演化之後 就會來到 伊利沙伯二世這一代 後來